Alright 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126集 那今天是禮拜一的2月24號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會討論呢 2020年為什麼以太幣有可能來到 就是新的高度 不管是在技術上的部分 更好的一個更新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使用者部分 比如說DeFi在去中心化金融上的 來到更高的一個高度在於使用者上面 再來呢大家最關心的一點 就是呢它價格有可能會突破2018年的 All-time high這樣子 然後呢為什麼會有可能突破 我們今天就會來討論到這一點 2018年的高點那時候呢 是在1271塊美金喔 所以說它如果要突破上次的高度的話 它至少要超越這個金額 我們可以看一下上一次 1271塊美金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 叫它的一個原因喔 那這邊呢我們就要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產品了 就是叫做Maker 那Maker呢 它是專門來發行一個穩定幣 叫做DAI 然後呢它背後的團隊呢 就是在 很早期的時候呢就跟整個 以太坊的創始團隊走得非常非常近 那DAI呢 也證明了是在去中心化金融產品裡面呢 一個非常非常 核心的你可以參加為藍料 你可以把它稱為能源 但它就是一個穩定幣 DAI 那我們在前面很多次直播裡面都提到 就是說呢 DAI呢 它透過了就是 這個ERC20 發行後呢 然後呢用它裡面以太坊所抵押 做這個超越抵押 來正正的成為了 一個有辦法證明的穩定幣 為什麼我們稱它為有辦法證明的穩定幣呢 因為不像是USDT、USDC 和很多其他發行的中心化穩定幣 他們經常沒有辦法去證明 他們所發行的每一筆貨幣 舉例 USDT呢 現在大概發行了22億枚USDT 那照理來說呢 在USDT的銀行裡面呢 就必須至少擁有22億美金或是等價的物質 比如說黃金 它必須要有這樣子 才有辦法維持1比1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來都是懷疑說呢 USDT還有很多像USDC Circle 他們所發行的穩定幣呢 背後其實並不是1比1錨定 雖然他們現在還是維持在1塊錢 可是背後並沒有這些美金或是等價的資產 來背書或支撐 但是DAE呢作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穩定幣呢 它完全依靠以太幣的價格和Maker的價格呢 來創造出它的穩定 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呢 你今天抵押 一顆以太幣 如果一顆以太幣現在是300美金好了 你在MakerDAO呢 就可以換 比如說100美金出來 那這就是所謂的超額抵押 當然現在的抵押率是不一樣 現在是150% 但是如果我們抓它現在抵押率是300%來看的話 所以呢 這一部分呢 你就是變超額抵押你可以借出穩定幣 那之前我們直播裡面就有講過DAE的運作方式 然後呢怎麼透過這種方式來Hedge 對 那為什麼我會講到DAE呢 然後為什麼我會講到Maker 然後為什麼這兩個產品加上去中心化金融 能把以太幣帶來一個新的高點 這邊呢我們就一定要討論去中心化金融現在整體的市值 去中心化金融呢 在過去的兩年呢 表現得非常好 從只有幾千萬美金的市場呢 一路成長到現在將近11億美金 那去中心化金融跟早期的去中心化App 最大的差別就是呢 每一個去中心化金融呢 都有個穩定的收益模式 以Maker到 舉個例子 以Maker到為主的話 Maker的創辦人呢 就說他們在2019年呢 光收Maker的利息 就淨賺了1900萬美金喔 這邊大家已經說什麼意思是利息喔 大家應該記得我剛剛講 Maker呢是創建DAE 所以你可以在Maker呢 透過抵押以太幣跟Maker 來借款 那這邊你要償還利息呢 通常是在14%到21%左右 那很多時候大家其實是不會把那個錢還回去喔 它是做一個槓桿的動作 或是呢 他借了錢就趕快拿去 其他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像DYDX 來做這種 期貨 然後呢 賺了 然後再把它償還喔 像 上一次的 這個BZX攻擊呢 也是利用這個來控制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價格喔 但是呢 這邊最大的重點 就在於說呢 Maker呢 其實 他也出現很大的顛波 他在 18年1月22號的時候來到1476塊美金喔 然後呢 一路跌到630 然後這樣子 慢慢的成長慢慢的成長 但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喔 Maker呢 他其實從最高點到現在 比起很多 項目跌了90% 或是 基本上歸零 Maker跟Ether呢 都還是穩定在 離歐貪汗不遠的地方 比如說Maker大概差 兩到三倍左右 但是呢 這邊有很大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DAI呢 雖然是靠以太幣跟Maker 抵押 來維持一塊錢 可就年 以太幣在1200塊錢美金 一路跌到 最低點在80塊美金 的時候呢 DAI呢 都沒有脫離 就是 穩定在 一塊美金喔 好 那這邊我們就要來講一個重點 我們直接看 這個推文喔 所以呢 我就在想一個事情 然後呢 我就去 發問 在推特上問這個 Maker DAO的其中一個 核心團隊 我就問他說呢 他因為他說 他在1月6號的時候說 Maker呢 DAO呢 即將發行 就是 在2020年希望能達到10億美金的流通量 10億美金 DAI的流通量 現在DAI的流通量大概在 我們來看一下喔 DAI的流通量現在大概是1.2億美金 最近他們也通過 Governance投票 來到了1.5億美金左右 大概是1.2 所以他們一直在增加喔 那記得我剛剛講的一件事喔 跟USDT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他不是用美金來抵押 他是用以太幣抵押 所以呢 越多人去抵押 以太幣呢 他就能創造出越多的DAI 對 那這個大家應該記得喔 我們在前面幾次直播裡面都有提到說 Staking模型和這種抵押模型 能讓幣值往上升 而且呢 是在這個所謂的代幣經濟呢 是最基本需要能做到的一個模型 所以呢 你也會發現大部分 17年有做ICO 然後有代幣抵押模型的呢 都算是有撐過這次的熊獅和冬天 比如說Cosmo 比如說Chainlink 比如說SNX 這些項目呢 不只在寒冬的時候撐過了 而且還在熊市的時候 成長 像SNX呢 最高就來到12倍的成長 在2019年 所以呢 代幣抵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以太幣呢 遲遲Proof of Stake都還沒有出現 但是呢 透過了MakerDAO呢 透過了DAI的發行呢 其實能讓以太幣呢 做到很多抵押的動作 尤其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超額抵押 好 那回去看一下 這個Mariano Conti回我的這句 我就問他說呢 How much ether will need to be collateralized for DAI to reach 1 billion circulation? Thanks 而基本上這邊就講說 需要抵押多少的以太幣呢 DAI呢 才能來到10億美金的流動 這樣 那他也很快回我 這是21小時前 他回我 他說呢 我們再看清楚一點 他說呢 Of course That depends on the price of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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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2,000 will let people create around 1 billion DAI with the amount currently locked up 1.6 million ETH or 1.5% of total supply ETH at $1,000 will require 3.2 million ETH or 3% of supply 好 那因為呢 我就在想啊 我看 那個 既然他講說 DAI要發行11個 那然後呢 他們也真的在過去呢 都有做到 然後呢 成功呢 增加他們發行量 從原本上千萬枚 到現在的1.2億枚 然後也成功吸引了很多人去抵押 超額抵押他們的以太幣 那這一次呢 他們竟然說2020年底 需要來到10億的量 那這時候呢 就可以用數學模型來算出說 以太幣至少要漲到多少 才能做到 現在呢 最大去中心化的 穩定幣所說的量級喔 要能來到10億美金的量的話呢 以太幣呢 如果以現在的抵押率 現在抵押大概是1.5% 這邊的抵押率是指說 以太坊現在 Total circulating supply 就是全部流動在市面上的以太幣呢 已經抵押了大概1.5% 在MakerDAO裡面 所以它是最多人使用的去中心化產品喔 我們從DeFi這邊就可以看到 在裡面抵押的金額大概是6億3千萬美金喔 對 然後呢 它也是引領著成長的抵押產品喔 從這邊2億6千萬美金一路暴漲到最高到7億6千萬美金 所以Maker絕對是非常非常賺錢的公司喔 好 那回來它剛剛這邊講的 如果以現在抵押率是1.5%來看的話 以太幣必須漲到2千塊美金 才有辦法支撐 DAI發行10億美金 那如果說呢 以太幣漲到1千塊美金呢 就代表說現在的這個抵押率呢 需要來到3.2 million 所以其實這邊大家應該已經看出一個段落 基本上呢 要不就是更多的幣進行抵押 或是呢 幣值必須要往上升 但其實呢 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越多的幣進行抵押 尤其抵押到像MakerDial的智能合約裡面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這事情正在發生嘛 比如說現在的抵押大概是6億3千萬美金 但是它發出去大概是1.2億美金的量 那就大概是4倍到5倍左右 那其實它現在已經在超額抵押了 所以它其實量級現在是可以發大概2億美金左右 到3億美金左右 因為它總Maker現在的超額抵押率是150% 這邊下面有寫喔 150%的collateralization Ratio 所以說它現在已經有足夠的量級 然後呢也有足夠的錢在裡面發更多的貸出來 那它不這麼做 然後呢 它現在呢 也有足夠的就是那個Maker來做很多操作 所以說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它講的這一部分 以太幣就會需要有更多的supply被抵押進去 那在這個過程中以太幣就必須要往上成長 好那我們來看 我前幾年有分享一篇文章非常重要 就是這一篇 那我說以太幣有可能來到1萬美金以太房的經濟以太幣 那這邊其實最主要大家要去看的地方 就是這個Ether Lock & Ether Price 就是說越多的Ether被lock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Ether Lock是藍色這邊 Ether Lock當時1月的時候 這時候是以太房最暴漲的時候 這是因為ICO的關係 但其實呢 這又回去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抵押論的地方 這個代幣經濟模型 就是如果沒有幣進行抵押的時候 其實幣就是賣壓很強 大部分沒有staking模式 像是Cosmo 以前如果沒有staking模式的話 它就是你拿著幣你不用你就是賣 那很多ICO它可能發幣 然後產品根本還沒出來 大家信仰不夠就是賣掉 可是你會發現能讓你去staking的 然後有inflation rate 就是有這個通膨的代幣經濟模型 它的幣就不會跌 像Chainlink 然後反而是一直往上成長 這是因為它透過智能合約的方式 成功綁定這些散戶 那這其實在傳統投資裡面就會常出現 就比如說一家公司IPO 就是股票上市 大部分的創始人 沒有辦法在當天做很大的抛售 其實他們可能需要等3到5年 這時候它可能可以做option的方式賣掉 可是基本上它在市場上賣的話 需要等到3到5年 就是因為它手上有太多的share 太多的stock 好 那我們來看以太幣這邊lock和ether price 當越來越多的ether進行lock的時候 它的price就可能出現stabilization 當然我們知道1月到7月18年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血腥的冬天 所以整個下壓一直賣 因為 there's not a lot of token being locked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越來越多的token被lock 其實現在已經超越這個 現在已經來到 我們剛剛看這邊已經來到了 7億兩千萬美金 所以呢 當ether更多被lock進去了 其實現在整體lock的量級是來到了10億9千萬美金 越來越多的token是被抵押在去中兇的金融產品裡面 然後呢 這時候它的token的價格才有辦法繼續往上升 不然它就是要有更多的產品去消耗它的能量 對 那這邊也有講到就是說呢 其實呢 maker deal現在吞噬了大概2% 然後instadap是0.29 compound是0.34 uniswap是0.1 因為這邊的gas一直去使用 但是這只會一直往上成長 18年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看到DeFi的爆炸性成長 但是我們看到19年 它產品開始出現的爆炸性成長 就回來這邊 它是一直往上性成長的 所以如果我們說今年 從整個value 從10億美金來到21到31億美金的時候呢 這量級又更 basically triple 那這也意味著就是說呢 更多利害幣是被鎖住 被拿去使用 那能賣的量就沒有那麼多 然後呢 回來剛剛conti講的這句話 一樣的意思喔 就是說以太幣必須要達到這個金額 才有辦法有10億美金的帶出來 那這只是整個DeFi裡面的第一名的產品 那如果我們看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像SynCatric最近也說 要以太幣抵押 是他們新的 因為他們現在只拿SNX進行抵押 那如果它有以太幣抵押的話 以太幣又多了一個地方可以被抵押 那其實抵押就像staking 再來就是呢 新的以太幣更新呢 會有這個proof of stake 那這又會帶來更多的幣進行抵押 那你就變成說 你就少數的代幣是流通在外面 那這個supply and demand就會一面倒 對 就會回去 像當時的ICO一樣 就是大家搶著去買幣 然後呢 為什麼要買幣 因為他想要進去ICO 然後ICO拿到可以賣幣 當時那個ICO瘋狂 就17年 怎麼讓以太幣從200塊美金 入到1200塊美金 那現在呢 量級其實是更穩定的 不像當時的ICO 是你買了幣 你馬上可以賣掉 所以以太幣瞬間失去了價值 反而呢是以太幣在過去的這幾年 慢慢的一直把產品的各個團隊 紛紛到以太坊上創造產品 然後這些產品呢 讓它變得更穩定 好 那我們再還要講另外一個重點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就是呢 整個現在呢 DeFi的economic 我們可以看2018年的時候呢 整個bed worth 才來到0.05% 那我們現在來到3% 然後呢 它就講了幾個重點的 DeFi產品 幾個比較重點的DeFi產品 比如說 Kyber Uniswap 這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DYDX 這個去中心化的期貨 Instadad 借貸 Compound借貸 MakerDell 穩定幣 所以我們剛剛只講了MakerDell 那Ether必須 這每一個產品 基本上都是需要貸 對 如果我們剛剛看 最近大家不是很喜歡 就是穩定收租流嗎 然後呢 除了Bitfinex上面進行這種 BitLand CryptoLand CoinLand 去借貸 然後賺取這個 年化以外 其實另外一個大家最愛用的產品呢 就像是Compound DyDX一樣 因為它們年化率其實很高 比如說Compound現在是8.07 其實DyDX最近超高 最近它年化率來到23.93 如果我想要更了解DyDX的話 也可以看我之前的直播有解釋 怎麼用這個產品來賺取超高的年化率 好 那 繼續 所以呢 每一個產品呢 其實都是 用Dye 大家有沒有發現 Dye是這裡面最重要的 一個核心的產品 就來到我們剛剛講的MakerDell 所以為什麼 它的核心工程師講到MakerDell要發行10億美金的Dye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當然最近BZX這個攻擊事件 還有很多事情在發生 可是呢 我們從 就是它的發行量來看的話呢 就知道 其實它們真的是照著它的路線軸 它們從原本幾千萬美金的流動量 來到現在1.2億美金的流動量 你就知道它是 它的circulating supply是照著它的規則軸 而且呢 它的circulating supply 其實跟USDT不一樣 USDT大部分都是去拿來當避險的 Dye呢 除了拿來避險以外 它是驅動整個去中性化金融的燃料 沒有Dye呢 去中性化金融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你的幣是 是怎麼樣的穩定 對 好 繼續到這裡 Bankless呢 所以這邊文章 就是Lukas Campbell 他們就講到 就是說呢 如果 它這邊講了一些比較誇張的數字 它就要講說如果Dye呢 去支撐比如像是一個經濟 它這邊講的是Argentina 就是Argentine 它這個數字有點瘋狂 但簡單來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要支持某個Runk的經濟體系 不管是一個國家 或是像是現在的去中性化金融DeFi的話 它最主要的抵押產品都必須價格往上升 它才有辦法到這一點 其實這個價格都會來自於抵押產品這上面 再來一點就是說來自於像是Maker Maker的團隊所賺的錢 到就是他所有擁有Maker幣的 那我們之前在直播裡面也有講到 要怎麼去了解持有幣的人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關於Maker的好處 其實Maker也有他自己的壞處的地方 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有分享一篇文章 他有講到就是說 Maker你是有可能透過一個自理攻擊 導致所有Maker的代幣和Dye被拿走 那這就是回來就是Maker它本身的Governance系統 對就是它的治理模式 它治理模式可以到它的官網上看 就是它的Governance 你必須連了錢包才能進去 那在這裡面就可以投票 像比如說最近他們投的這個 就投了10萬顆Maker幣 這大概6000萬美金吧 然後這邊投了8萬一顆 8萬一千顆 這大概4800萬到5000萬美金左右吧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些公司真的很猛 就是每一個在這邊投票的人 都需要真的拿Maker代幣進來投票 就是回去來講說為什麼Maker是一個好的投資 在這裡 但是呢 有一些公司比如說像A16Z 這也是你為什麼追蹤錢包很重要 你會發現A16Z就擁有6萬枚MakerToken 那Maker這個代幣也很特別 它其實從來沒有發很多顆 它就只有100萬顆喔 而且它也燃燒掉一些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它整體的supply是 987339顆 那總共發行了100萬顆 那光A16Z呢 就擁有了6萬顆 就6% 所以呢 他們就有辦法做 我剛剛講的這個攻擊 就是你只要有大概4萬枚左右的話 你就有辦法對Maker進行一個治理攻擊 所以當時我就PO了這篇圖 就是大家為了要投票 你就會發現其實整個社群是很團結的 他們為了這次的投票 就從你看在Uniswap原本Maker的liquity大概是2000萬美金 然後過了一天來到500萬美金 因為他們就開始把幣領出來 然後準備去進行投票 對 那因為BZX的攻擊 所以Maker在這邊 它這個幣呢 其實他們是非常 整個加密貨 就是以太坊裡面整個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Maker站的角色超級重要的 對 那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我們剛剛講很多 我們剛剛講說沒有Maker呢 就不會有代 然後呢 Maker在它的治理模型 跟它每年的 所賺的錢 2019年它賺了大概19800美金左右 然後呢 持有它幣的基金 都是持有非常久 比如說A16Z就持有超過兩年以上 然後呢 必須持有這些幣有很大的重要的地方 因為在Maker裡面它是一個DAO 它叫MakerDAO 所以你持有幣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來投票 那投票你會得到獎勵 但有沒有發現很多種代幣的治理模式 其實太過於複雜 很多DPOS 它其實需要 你要有一定的技術底子才能去做 但是呢 Maker就做成就是說呢 它自己的一個 界面 可以讓你 就是非技術人員 都可以直接上去進行投票 這就大幅了 增加了持幣者的參與度 然後增加它的信仰 了解說為什麼它持有一個去中心化產品 然後為什麼這個去中心化產品呢 是驅使整個去中心化金融的燃料 那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所有你剛剛看到的這些去中心產品 有使用到Maker的DAO的話呢 Maker最終都可以收到錢 因為呢 它每一個產品都是靠Maker的這個 年化率慢慢分下來的 然後再優化它的產品 對比如說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DY DX Compound 都是以DAI為主 當然他們裡面也有USDC 還有USDT TUSD 但你會發現DAI 是他們最好使用的產品之一 也是這一次的攻擊 也是來自於這個 但是呢 沒有DAI的話 就沒有辦法 那越多人借DAI Maker就賺越多錢 那Maker的成長呢 就可以讓它發行更多DAI 那要發行更多DAI 就回去我們今天最大的重點了 就是呢 要發行越多的DAI呢 你以太幣就必須要往上成長 所以這個 大家記得一件事喔 今天講這個呢 只是要講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以太幣呢 可能在2020年有個更上去的成長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有很多以太幣的競爭對手 比如說Tron啊 比如說Nervous啊 Near啊 EOS啊 Tazel啊 但你只要問自己一個事情 很簡單一個問題 這些產品上面 現在有去中性化金融產品嗎 然後呢 這些去中性化金融產品 有人在用嗎 它穩定嗎 然後呢 不用講DAB DAB只是一部分 因為DAB只會燃燒到 這些公鏈的一部分的燃料 為什麼一直講燃燒 因為在這些公鏈裡面 燃燒是唯一的方式可以減少它的流通量 那減少流通量 你的供需一部分就會成長了 那 在Ethereum裡面呢 DeFi就是一直在蓬勃發展 每一個人都是免費的上來這邊 然後呢 做出一個很屌的產品來 然後呢 Maker在裡面就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呢 你要發行一個穩定幣 你必須要時間慢慢的證明 所以呢 他選擇在以太坊發行 是因為以太坊是現在最去中心化的公鏈 最多人在上面 那個 維持整條鏈的系統 然後 除此之外呢 他有一個非常完善的DAO 就是這個公共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型 然後呢 我們也剛在投票系統上面看到 就是呢 他們 基本上 隨時 就是 常常去投票啊 然後投票 大家都會告訴你有多少票被投啊 然後呢 發生什麼事情啊 所有這些票啊 就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他會受到攻擊喔 就是因為 你只要有足夠的票 你當下就可以操作一件事 你可以想像喔 今天 比如說你是 亞馬遜的總裁好了 然後呢 你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公司 你只要有足夠的票 你就可以 說 我今天 要把所有的錢都拿去Blue Origin 來研發火箭去殖民月球好了 就是因為 他們家不是有Blue Origin這個公司 就隨便講一個意思啊 就是說 你有足夠的票就可以做這樣 在Maker上面 你只要有足夠的票 你今天說你要從 發10億枚到100億枚 你也可以透過這方式 當然他還不成功 但是呢 你只要有足夠的票 你可以做這個事情喔 所以他的治理模型在這邊就非常完善 對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為什麼以太坊會繼續往上成長 因為在2020年 他再度的證明 他是大家首選的 撰寫智能合約的平台 然後也會是 大家首選去做去中心化金融產品的平台 也會是 因為去中心化金融產品 讓他更上一層 對 因為你如果看現在的DYDX 還有現在幣安在做這個 Binance Dex 或是Uniswap 你就會發現 其實去中心化交易所 是越來越多人去使用的 而且他有他真正的好處 我們在直播裡面常常講 就是DYDX 因為我非常喜歡用他 比如說他在1月的時候 整體的量級是在60萬美金左右 他過了一年來到了9000萬美金 這個團隊才三個人 但他做出這麼強的產品 這如果今天是個中心化產品 你可能要十幾人設置於上百人的團隊 你可能有客服中心 你可能要有一個很強的 這個back end 你可能需要有 後台要很強 你可能需要有很強的機器去維持 但是他不用 因為他透過了智能合約 用以太坊的整個礦工的算力去做這件事情 這就是在以太坊上做產品最好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一個還公用的電腦 你做一個好的產品 符合他的產品 你就可以完全符合他 當然你如果拿uniswap跟中心化交易所比 是很難的 因為中心化交易所每秒可能上萬筆交易 可是你要知道一點 中心化有它的好處 去中心化也有它的好處 去中心化能做到的事情 中心化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說很多人說以太坊這麼慢不可能成功 但你要記得一件事 所有的偉大成功都需要慢慢的執行出來 如果你去看大部分工廉 Zilliqa Nervos 或是以前的Qtm這些 我並不是說他們不好 但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要不是創辦人走了 要不就是團隊核心人物走了 或是資金燒完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以太坊並沒有所謂的一個CEO 他並沒有所謂的一個資金會燒完的情況下 並沒有說他要花很多錢請工程師去做產品 大部分在以太坊上做產品的人都是自願的 就連我們在以太坊上開發的產品 我們已經花了不曉得多少錢在上面開發各種產品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工廉他們可能要請工程師 才會有人願意在上面開發 然後呢 當然以太坊雖然沒有所謂的CEO 但是他有他的核心人物 像Vissen啊 或是呢 Joseph Poon啊 很多各種的核心人物在 這個 像Consensus啊這些的 但是呢 他並沒有所謂的 就是說今天CEO出現了什麼問題 離開公司這種說法 然後可以拉幣下去 出現暴跌 這也是為什麼以太坊 一直能成為加密貨幣市場的第二龍頭 在這邊 那2020年呢 我覺得有很多原因可以看衰以太坊 但是有很多原因可以看好他 然後為什麼他能做到這些事情 然後呢 可以從最近的新聞裡面就看到 然後呢可以去了解說 去中心化金融的好處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 差不多就講完我們的重點了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ETH price 你覺得呢 我們放四題好了 你覺得以太幣呢 今年會是在200USD 還是500USD 還是來到1000USD 還是2000USD 這樣子 2020 price 然後呢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訴我 然後呢 記得把這個直播分享出去 我們會 在第130集的時候呢 抽獎 然後最主要是希望你從這個直播裡面 有學到新的東西 然後呢你喜歡今天的直播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只要分享一次呢 就有一票 分享十次就有十票 那我們每週呢 都會在我們電報群裡面抽獎 所以如果你喜歡 然後加密貨幣 也想了解更多跟區塊鏈 任何的議題 你都可以在裡面問我 我都會盡可能的回答你 然後呢如果我不懂的東西 我會去研究 然後呢不管是在直播裡面 或是在電報群裡面 用心的去回答你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在YouTube上 看我們節目的話 也請幫我們subscribe 然後訂閱 那你也可以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的時候呢 記得要把你的這個notification打開 然後分享出去的時候 也記得要貼區塊線上 我才有辦法看到你的分享 然後呢在130級的時候 我們抽獎的時候我才知道 我們每次有抽出得獎者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那個臉書上 PO文也會傳訊息給你 這時候這樣你就會知道 你有沒有中獎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其他人中獎 得到獎品 好 然後今天直播就到這裡唷 然後希望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啊對忘了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武漢肺炎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就是我們可以從這張圖表就可以看到 像現在的已經來到79,524 這是John Hopkins的這個網站 Coronavirus在大 這個中國這邊已經有77,150 南韓也來到833例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就台灣來到30例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 我覺得非常非常嚴重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就是說 就是回家的時候就是要勤勞洗手啊 洗澡啊 然後呢設置於像我最近聽人家講 就是說眼鏡啊 就是你講話的時候其實 因為我都會戴眼鏡 所以人家可能口水分髒 或怎麼樣 所以就可以把它洗一下 然後用消毒 然後再來就是消毒手 然後呢戴口罩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這其實我覺得平常就應該做到一件事情 然後不不要出去 場所就不要出去 我覺得人多的地方 最好下來都避免了 保護自己也保護你的家人 然後保護你周遭的朋友 然後呢希望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